2003年2月15日 李洪志在元宵节讲法上 被大法弟子气哭了 痛苦的低下了头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李主佛被气哭的视频片段 一开始 李大师在台上洋洋洒洒发布经文 洋弟子在台下不断地 不断质疑 李大师认为 旧势力都尊重他 不敢针对他干什么坏事 暗指洋弟子不够尊敬他 于是 李大师的自尊心就受到伤害 内心痛苦万分 不得已 只能用手摸摸眼角 呱呱鼻子和嘴巴 掩饰自己快要掉眼泪的神态 乃是需要力掌 寻求心理的安慰 稳定悲伤的情绪 最后 更是低下了主佛高贵的头 来逃避大法弟子的质疑 从整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师很委屈 抬手 合掌 掉眼泪 最后示意大法弟子 不要再挖苦他了 这和李洪志讲法中提到的 根本不在意 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师如果真的不在意 又何须回头做什么呢 还好大师的反应很快 迅速转过头来 开始转移话题 说有些大法弟子 衣食糊涂 心态不振 最后 李大师发狠话 你们一旦对我不敬 就会如何如何 大师言下之意 就是救大家 下地狱 Go to hell 其实李大师不仅一次在想法中 表现出他的虚伪矛盾之处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大师 在其他场合想法中 类似的表现 1996年 在心怡讲法上 吉洪志说 吉骂我 吉说我不好听的 我无动于衷 吉说我不好 我也不往心里去 1998年 在长城辅导员法会讲法上 李洪志说 你说我好 你说我坏 都动不了我的心 任何人的心都带动不了我 1999年 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上 吉洪志说 因为我的心不在常人中 你们说我好 说我不好 我都不会动心 因为任何人的心都带动不了我 而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 李洪志更进一步的说明 我不会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 虽然当天他的实际表现 与他的说明相距甚远 最后 我们想问 大师您既然不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 也自吹 任何人的心都带动不了你 那么 大师您又哭什么 您又为何低头呢 您又何必发狠话呢 好